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猛狗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金山的广武坑道 我在那边发生了十七七七 某天我跟女友两个人想去金山的广武坑道 因为那里是电影宇宙的最后那个隧道 所以我们想要去尝身看看 那从台北出发 沿途我们线上的阳光山 天气还挺凉爽 不过一路上飘有一点小雨 欸宝贝我想吃这个御元王 好啊 那也顺便去试试看金山妙口的羊肉 听说那个羊肉也挺好吃的喔 所以那一天我们先跑去吃了金山御元王 又跑去吃了老街的羊肉后才出发 但那是我们那天最错误的选择 时间晚上七点二十三分 我们吃完羊肉后 准备前往往坑道 车程大约五分钟吧 我们就抵达了坑道头 这天坑道四周没有任何的人 里面黑痒痒的一片 欸宝贝 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晚上来啊 有点可怕欸 嗯我也觉得 但听说这个坑道不长 假如里面有人的话 你再进去看看好了 喂喂喂喂喂喂 我对坑道里面大喊推生 想测试看看会不会有人回应 嗯果然是没有人嘛 宝贝那还是我们改天再来 就当我问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女朋友突然我坑道内大喊 爸爸你怎么在这 回家了哦 当我别人一直过来的时候 我女朋友已经拉着我的手 我坑道里面走了 欸宝贝我们现在要去哪 宝贝你刚刚说什么回家啊 爸爸想回家 你有说完这句话后 我瞬间整个脊背咬了一下 因为女友刚刚说话的口气 瞬间变成一个一两岁的小孩子 女友喃喃自语了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样 嘿嘿 女友这时候边笑 手边比上墙壁 而我某让我们墙壁看 墙壁上也写着一行字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瞬间毛骨手呢 因为这句话的意思 大概是用语言 告诉圣灵 要求要审访恶人 且 依此向圣灵发誓 女友看着我 对我啰嗦的眼睛微笑 然后又用小孩子的声音 告诉我说 妈妈你带我来 咱们带我走 没有说完这句话之后 不发意的 又快速把我拉脸了 那个山洞 整路一头雾水螺 就快步跟着她离开了山洞 然而 我们在回家的路途中 我不停的问女朋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她却一直跟我说 没事 好像隐瞒了什么 直到我们回到家里 她一踏进我们家的客厅 马上冲去 家里的圣母娘娘前面 开始不停的流泪 连续讲了很多词的抱歉 就在她问了某一个问题 直了三次行归后 突然强硬的 也把我拉到了娘娘面前 不停的要我忏悔祷告 同时也告诉我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 刚刚在洞口的时候 她听到了我们两个 翘背的声音 在呼唤前面 她说 她想回家 那女友才刚回应完说 宝宝你怎么在这里 回家咯 有时候呢 她就被俘身了 而圣母娘娘说 宝宝会出现 是因为在跟我们求救 当时 女友怀孕的时候 她想要把她生下来 但是我因为一些个人因素 追选择把它拿掉 而那宝宝 就因此而受尽了 落胎的轮回之苦 所以才会 借此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可以去帮忙她 而我听完也不停的流泪 非常的对不起宝宝 也非常的罪恶 所以事后 我还要跟女友 再度回去那个山洞里面 纪念我们的宝宝 如果王公你可以的话 也可以去山洞里面拿支箱 帮我们纪念一下宝宝 这是师父说可以的 我们最后会很感谢 很开心的 谢谢你 最后 这是那时我们走进去 洞穴里的路 你有拉着我走进去的时候 我路 想说给你们一看 然后会听到什么 没错 这一篇故事就是我收到了 一篇网友的投稿 就因为这样子我想说 那不如我就真的去一趟 关我坑道看看 去照照看 那个网友所说的 那一行强力上的字 诅咒为告 省眼力 家压就严 在一个坑道里面出现 这样的一行字 是有一点怪怪的寻常 堕胎这件事 是有关于人命的嘛 所以台湾的确有一些妙语 我在帮人家做 超度英灵的一些习俗 那我接下来呢 就以这个男主角的身份 一路出发 然后往金山飞 去那边吃吃看他说那个羊肉吧 然后其实在进入那个山洞里面 祭司 最后呢 再假装身为一个堕胎者 去庙里里面参观看看 到底 所谓的超度英灵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肯定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受众 那我们就直接出发 Go 小明 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吗 不知道 我们不是要去那个 什么山洞吗 但是事前的 我们要先来 用一下塔罗牌 来算一下我们今天的运势怎么样 好酷喔 好啊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用塔罗牌的三张牌证 然后来算出呢 我们今天去山洞 出发前的运势 以及在山洞探险的时候的运势 以及我们回来之后的运势 好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算牌吧 哇哦 诶 我觉得确实蛮有可能的 哇哦 诶 我觉得确实蛮有可能的 我们今天在做什么 吃的 吃的 喝的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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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烈 吃的 吃力 就好了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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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